能源政策是否蔡轨赖随 新政府强调废荷和绿电做主力确定了吗 原本说在一定条件下 考虑核三营的经济部长 传出被民进党立委修理 一天内态度大转弯强硬改口 废荷家园的态度没有改变 核电是我们目前没有考虑的 赖政府为何走回头路 金包废荷神主牌理由又是这种 核安核废料可以得到处理 才能够往下去思考 但是扩大起用核能 已经成为世界主流 别国难道是把核废料给吃掉 假如说核废料很难处理 那过去核一 核二 核三 我们怎么用的电 这个逻辑不通 那只是在拖延而已 事上全世界的核电 都会产生核废料 那现在有很多就是直接掩埋在地下 其实你可以到日本情谊 你也可以去其他欧洲国家来了解一下 政府说废荷 搞绿能保证电力能足够 但是台湾美国商会有超过七成成员 对绿能供应感到担忧 回答执行长黄仁勋也担心 台湾电力对AI发展是否足够 目前我们所规划的绿能完全是够的 7月核三一号机就要处一 关键是如果照政府规划 坚持废核 到底用其他能源替代 电力够不够 当然不能啊 电力是严重的不足 怎么会电力够吗 你现在都难免钱花嘛 也不够了 我们等停电吧 当然政府说 我现在要全民共识 那等停电就有共识了 我们就等停电来提起问题 当美国商会提出示警 当黄仁勋有形呼吁 就怕我们的能源政策 在新政府上台之后 又回到原点 热情路纯真采访报道 我是哈远宜 不用说故事 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争议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 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宜 请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